我们刚才从魏豪那边出来以后 现在来这边的赛德房车营地 因为在这边的话必须要通电 擦擦水擦电 这样的话才能舒服 不然的话这边天气真的是太热了 有点扛不住 好嘞 我们下去看一下 又开始下雨了 刚到这边又开始下雨了 刚到就下雨了 下雨还凉快点太热了 还有充电在这吗 那么远吗 充电不是在这吗 对啊 那么远吗 你现在没这么长吗 现在有这么长吗 差不多也试一下 我给你听那点雾鱼上面 啊 要不然冲到坡上去了 对啊 对啊 擦这儿吗 对啊 会不会有雨啥的 还是这个 都一样 就擦这个吧 你拿个垃圾袋 拿个垃圾袋给它倒一遍 好了这样就行了 够了够长 害怕不够长 害怕不够长 这边必须打空调 不然的话受不了 跟洗澡一样不开空调 吃饭一会儿在哪吃 咱们去外面吃吧 我们把垃圾袋给它撑 我们把垃圾袋打开 他是不是还没开电 对他没开电 我跟工作人员 也不知道他过来看一下 所以你这个电 你明天别忘记 你跟那个师傅说一下 万一真的有问题 明天才知道 现在咋知道他有没有电呢 是不是我这个 那边去飞电用完了 这两天 那边今天下雨也发不了电 那不知道 试一下吧 现在咋试 我哪知道现在太阳板 冲不冲啊 这也没太阳 他也冲不了 我去好久没有用 这样捧了 好了 这些小吃的 对啊 好像感觉肉冰箱里冰了好久 要给它吃 好了 好了 我们把车停在营地了 现在来到镇上 找一家吃的把碗饭也解决 从那边走过来 我就感觉浑身都湿透了 一会再回去就可以洗澡了 余德水服饰 打滚牛肉馆 我们今天就来这吃 特色干拌面 招牌牛肉面 阿挺之前来这家吃过 说这家比较好吃 所以我们就来这边吃 身体还是挺凉快的 你点吧 我不知道点啥 别吃火烦 加炸肉 稍等一个面吧 两碗黄沙牛肉面 两个黄沙牛肉 讲法 关注 Art 葡萄汁 来个建立宝 哎呀来这吃饭 好了 我们的晚餐来了 一份牛肉面 干拌牛肉 这面晚上随便吃一点 不然的话这边太热了 吃饭了吃饭了 反正要吃他们的那种火锅 但是真的扛不住 更热 吃辣椒 这段时间减肥就好了 彻底化汤 我今天开的好累 我今天开的好累 开饭开饭 好了从外面吃完饭回来了 太热了 感觉走回来浑身都湿透了 房车一点水也没有 之前把房车把里面水放完了 现在把水接上 加水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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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着这个新的房子 差了 还是后双轮的自动的 样子还是大 多大排量 排量 排量肯定还是老的 二天起来的 我 我 双轮 后双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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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的 也不能说自动的 也是 也是这个 也是半自动的 手自己提 不过是往西藏走的话 还是手自己提的好一些 把水管接上 有水 有水 有水就行 放车一点水都没有 加上水 洗澡 好 感觉浑身都要湿透了 哎 本来想走说是沿海城市走一走的 这个想想算了 这咋走啊 给人走废了 这样没有 没有湿电 真的能把人走废 管着我也放空了 几十米的管子 还是 出水还是挺慢的 哎 水还没出来那么长吗 来了 要来了 好了 这样吧 哎呀 我的天哪 太热了 开开车门看香儿干嘛呢 小心儿 你这家凉快不 啊 车里一直都没收拾 天窗也修好了 也下雨天窗也不漏水 好 好 太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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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的水 太热了 太热了 太热了